进入到下一场算是安全的事 吕俊哲 明天见 好 张子晨 希望你在下一节 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请耐用期间 周投都不寂寞了 好了 现在播出的是 2012V长6加1最美声音的年 入总决选 那今天呢 12位选手将分成4组 每组3位选手 那有4个待定的名额呢 要由我们3位嘉宾给出 他们要进入第二届 下一阶段的比赛 那今天有两位要跟大家说代心 没有说在待定的 没有被待定的 安全地进入到明天下一场的比赛 好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 第三组 有请第一位选手 阿东 我叫阿东 我的家乡在四川 阿爸 小金县 汉牛乡 打篮球和唱歌 是我们那里最大的娱乐项目 家乡很美丽 给着蓝天 白云 草地 和牛羊 放声歌唱 是一种享受 这是我们老家的烤羊肉 好久没吃了 很好吃 很香 这是我们老家的青柯美酒 我们一般喝的时候 都是边喝边唱的 我的心愿是把我们老家的民歌 展现给全国和全世界的朋友们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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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大警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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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好 谢谢大家 那人家 我叫做 谢谢大家 人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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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谢谢 谢谢 如果是 大家好 谢谢 那她 我是 谢谢 明天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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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我们 一样自由 我要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 跟着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 希望飞在不远处等着我 跟着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 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 跟着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 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 跟着感觉走 让它带着我 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 好 谢谢 欢迎你 妮妮 欢迎你来到《非诚6加1》 你好 先来听听三位点评嘉宾 对你跟着感觉走的点评意见 宋柯先生 我挺喜欢它这个 妮妮这个风范 那个范儿 长相 就这个状态 跟这歌挺般配 然后有印度血统 对 我有一半的血统是印度 你妈妈是 北京人 那你还是长得像你爸 特别像 别人都这么说吧 对 好 叶培 我觉得你是具备一个歌手的能力 无论是在舞台上的台风 还是演唱的能力都有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问题 但是我只是觉得 打动人的部分少 谢谢 大经理 其实我想音准是 对你来说应该是非常没有问题 可是刚才的表演里音准 有的时候会不是特别的到位 有些音 谢谢 好 谢谢 妮妮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妮妮来自北京 然后因为我这个外表的原因呢 很多朋友都还是习惯把我当成外国人 其实呢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在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女孩 谢谢大家 这北京人真是丰富多彩啊 你去过印度吗 没有 你爸也真是的 不带孩子去趟印度 你看长成这样了 对叶培刚才很疑惑 为什么就是说你都二十多岁了 为什么还没去过印度呢 呃这个 因为我们家人都移民在国外 所以就是在印度没有 就没扶着上去印度去别的国家了 对 妮妮这一节过后呢 是被三位带定进入下一节 还是安全 进入到明天的比赛 祝你好运 谢谢 谢谢 来有请阿东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三位嘉宾他们对带定的名额是否给出确定 好 好 谢谢 谢谢 证听一下你们三位呢 你们三位希望我是直接先说 谁带定 谁带定 还是直接先说人们呢 没关系 随便 随便哈 这里面啊 要说一说阿东 阿东呢 首先在这一组当中 他是一男的 还一个呢 我觉得阿东应该胸怀是比较宽广 不管应该有什么事 你应该是给 比如说给 妹妹们做一个表率 包括比如说 让出去的宽敞地儿给他们 阿东 安全 准备明天的比赛 他们俩一白一黑 这跟双傻 他们代表着不同的风情 温婉性 很内涵 奔放性 当然我相信 不管对谁呢 接下来这个结果都是要安安静静地接受的 你不觉得你没去印度是个遗憾吗 我一定会去的 一定会去的 对 你要到印度去 你最希望第一件要干的是什么事 我最想干的是先去买好多沙粒 沙粒就是裙子 对 然后衣服 安全了 谢谢 其实我特别不想把好东西交换 他们是怕安静 我相信 像你的同学一定会希望 你能在六加一级的一个好的成绩 不管怎么样 毕竟你才高三 一切都是个经历 希望你能够进入下一节 能有一个出色的发挥 让大家把你留在这个舞台上 现在 你既然不辞勤劳地把这个琴抱上抱下的 看来你是个不怕劳力的人 你还得登高 和他们两位去做个伴 进入带定琴 稍后下一节见 瘦弱的小身材飘着就上了二楼啊 好了 现在我们二楼呢 已经有三位了 当打倒四位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第四组 有请十号赵亚轩 我是一个来自内蒙古巴亚纳尔市的女孩 唱邓丽君的歌 是我的生命和全部 从八岁开始唱的第一首甜蜜蜜 如今近二十年过去了 我已然已经变成了她 因为我不是在用歌声模仿 而是用心 用灵魂 在继续着她的日生 获得非常六加一季赛冠军 给我很大的鼓舞 请你们支持我 我是赵亚轩 但是我更喜欢你们叫我邓丽君 倚藏 长长长 在爱不 茫茫有位佳人 在水一方 绿藏七七白雾 迷离有位佳人 康水海去 我愿你留晚上 以为同开身旁 无奈却有心坛 道路却仍无依 我愿水流而下 找许好的方向 去见一席方圃 他在水中 绿藏绿藏七七白雾 迷离有位佳人 在水一方 我愿你留下 你自己 你的眼神 你的举手投足 也不是很生硬的 而是很自然的 所以说你给我感觉 你还是有你的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叶培 如果是刚刚针对模仿邓丽君 我觉得很成功 谢谢老师 我插一句 你唱邓丽君的歌有多久 我从九岁开始 应该有 像我一说 大家知道我多大了 我数学不好 十几年吧 十几年 对 老师家我闭着眼睛 我肯定知道他不是动作 但是这不妨碍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音乐成长 跟你个人生活成长 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 只要这两者是 你觉得特别舒服 那这个音乐就对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赵亚先生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那么我呢 之前呢 一直都是以模仿邓丽君 演绎邓丽君的歌曲为主 可能大家对我有点印象 那么这一次参加 我非常六加一的年赛呢 我不光准备了邓丽君的歌曲 也准备了一些其他风格的歌曲 那么其中也有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认可我 能够认可我的这一点点改变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谢谢 赵亚先生在节目当中啊 他希望能透过比赛 能够找到男朋友 你看看宋柯先生 他是不是你找男朋友的标准 他 我觉得吧 他很有才 但是我觉得有点太严肃了 我觉得可能 我有点害怕 如果他要是我男朋友 那我肯定见到他 我会很紧张 比赛舞台上还紧张 那不知道这个从常态的比赛到现在的年赛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像你所谈到的透过节目 能找到男朋友这样的一种迹象出现 这样啊我先解释一下 因为呢我平时比较忙 因为要学习还有工作 经常也会出去有一些演出吧 就好像把这个感情给忽略了 突然忙了这个很长一段时间 突然觉得好像缺点什么 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呢就是应该去享受一段恋爱 大家认同吗 可以吧 谢谢啊 你站在这一天 我就给你做一天广告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他叫赵亚轩 26岁 山内蒙凌和人 肤白体贱 温文尔雅 有一点的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 你到时候给来回复吧 但是我要求的呀 万一要求 你先说一下你择偶要求 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要多情的浪漫的 英俊的啊 还有一个呢 最好是个诗人 我比较喜欢那种 见到我以后 比如说我们在哪玩 我说你给我做首诗 马上十分钟 这样的 我会一下子就心动可能 这是我的软肋 你说的这个条件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 谁啊 王远的说李白 有没有带纪念 那宋柯先生 太感谢你了 勇哥 好了我们只是透过这样的环节 来多了解一下我们的选手 那这一结果后 赵亚轩呢 是被三位嘉宾带定 还是安全地进入到下一场明天的比赛 赵亚轩祝你好远 谢谢 来有请十一号选手赵磊 我叫赵磊 河北市鸭装人 已过不惑之间的我在这座城市经营了一家小小的女装店 年轻的时候做过许多工作 装丁工人煤矿车工 商场受务员 而现在我却只想为心中的音乐梦想找出口 爱人的支持更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鼓励 我会抓住这次机会 要想为自己实现梦想的时刻 到了 站住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不知道他们跑哪去的 赤裸裸的天空 星星多寂寥 我以为伤心可以分手 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 谁知道你笑你四年哭了 无处可靠 我笑脸你的手 我笑脸你的外套 谁明白色花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我笑脸你的脸脸 我笑脸你的脸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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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赵磊 听听嘉宾对你这首歌的建议 赵磊 首先就是特别感谢你 能一直保持着一个对音乐的一个心情 然后来到这个节目 我看到已经是41岁了 一直很喜欢音乐 然后刚刚是你把歌曲给改编了 一下子有一个男人的那个劲儿在里头 来听一下同性的点评 谢谢 好 谢谢 宋哥 叶人 非常好 相对来说挺细意的作品 然后唱出比较北方的风格 也算是一种在创作 我觉得挺好 谢谢 好 谢谢 大家对你 恭喜你 唱得很好 谢谢 好 谢谢 赵磊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赵磊 来自于河北省石家庄 从小呢 我就特别喜欢唱歌 一直到现在啊 这个心中的这一份音乐梦想 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是呢 这次来参加这个年底总决赛呢 我还是有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在12个选手当中 我的年龄是最大的 所以说呢 我这不管是年龄大多少吧 反正谁也阻拦不了我对音乐的热爱 如果你喜欢我 请支持我 谢谢 不是在这12个人当中 您年龄偏大 您放在全国120个 1200个选手里面 您都是大的那号 我都是那号 刚才三位 包括我 不由自主的 就可能会把语气说是 您真的41了 您真的 就是您了 已经不叫你了 好嘞 就是你在心理上是 你心理上是能够得到满足的 我倒是希望能够撑你 那也好 她是一个女装店老板 她准备了 这次准备了七顶帽 被这样一个年度总决选 七场比赛 她准备了七顶帽 七顶 每一次都要换一个报告 是的 这有什么讲究呢 我也想给大家不同的感觉 那你自己开这个女装店 你媳妇当然是很高兴了 因为继水楼台 也不是 其实我爱人 她是个警察 她很少时间穿别的衣服 大部分都是穿警服 你们相信她媳妇是警察吗 你媳妇是什么警察 我媳妇是那个高速交警 今天现场只有一位穿警官制服的 这是你媳妇吧 老婆 还真有夫妻像 长得随我 长得像 那当然 最大的支持莫过于来自最亲近的人 你媳妇支持你 那你就有了一分动 不管怎么样 虽然你已经到了不惑之年 所以我们说话也就很直白 如果被观众无情的投票之后 是要离开的话 我相信 你媳妇的怀抱 比谁的怀抱都温暖 是的 她送你来 也可能最后扶你走 不过不要紧 最终决定你去留的是我们现场的观众 那赵磊 此节过后是为三位嘉宾 带定 还是安全地进入到明天比赛 赵磊 祝你好运 来有请今天的最后的一位选手 号码是12号 有请张胜琪 我叫张胜琪 是一个独自走在音乐道路上的歌者 我一个人唱歌 一个人感受 一个人追逐了自己的梦想 但我并不孤独 因为有音乐相伴 闲暇的时候 我喜欢游泳 你喜欢待在自己装修的家里 静静地唱歌 这就是我的世界 我的生活 琢磨的道路很艰辛 但我想我会坚持地走下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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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海水 罗码 我们管海路How Har 我尽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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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行为 地下输 你 我尽弹 你 tweets 我尽弹 他走下去 灌溉这幸福 我不管来落相和情 我只想陪你直到陌路 对他的余境也还要模糊 这一生以为爱你猜清楚 你好 张胜喜 你好 胜哥 今天12位选手当中 是最后一位出场 而且他为什么排到最后呢 我们的选手的出场顺序 是按大小个排列 来 我们听听三位点评嘉宾 叶培 我觉得整个的音乐作品 表达得非常完整 而且内心的敏感 整个的状态 都跟音乐 跟歌词都很匹配 然后在舞台上的感觉很松弛 也没有紧张 都是很准确的表达 在你的这首歌里面 好 谢谢 大鼎鼎 我觉得男孩子的张力 还缺少了一些 就是男性歌手的那种声音的张力 还需要有一个爆发点和对比 因为你可以做到 你的声音是可以做到 只需要注意一下 好 谢谢 送车去 我这个介绍说 有一句话特想问一下 为什么不想用外貌取胜 一米八六 长得很帅 我就是 你故意的吧 我觉得是故意气人的吧 对不就个高点 长得没清不秀点 我不想用外貌取胜 我要用各式的戏技取胜 但是我被人问我就这句话特别让我生气 那你可以生气 我就不用生气了吧 你也 我觉得你心里也不舒服 永哥实话说 这个我真觉得真挺帅的 其实这个不是 因为你不太了解 长得难看的人这一生的这个艰苦 太不了解了 所以以后不要随便这么自己介绍自己 唱得又好 外貌 身材都好 挺棒的小伙 好 谢谢 这五我们怎么选 谢谢 我看来脑子里根本才想这个问题 你 你是 你现在是一米八 一米 对一米八五 一八五 一八五 来来来 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张盛起 是山东烟台人 就是 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 我的梦想也是唱歌 而现在还在唱歌 那唱了很多年歌 大约有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 参加过许多的比赛 也参加过一些选秀的节目 那么今天我突然间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感觉像在做梦一样 最开始我来的时候 我是很纠结 也很矛盾 也很犹豫 不知道是不是再来参加这个比赛 但是想来想去 我内心有一个声音 还是告诉我 我应该来到这里 参加这个比赛 来 正是我的梦想 就是给我这么多年唱歌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动力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我是张盛起 谢谢 他来到这个舞台 来与不来 他思量很久 那后来他就一直在犹豫 最终还是 最终啊 还是抛开了很多 来到了这个舞台 就只因为我们这个舞台的 这个舞台的形状 你来对了 传的形状 所以2012嘛 张盛起 这一节过后 是被三位嘉宾带定 还是安全地进入到 下一场明天的比赛 祝你好运 谢谢你们哥 来 有请 赵磊 赵亚轩 他们这三人啊 你光仔细猛地一看 就是上海瘫的三个人物 三位嘉宾 意见给出了 带定的名额 特别的 这一次的判断挺纠集的 所以还需要一个时间 好 赵亚轩 赵磊 张盛起 有一个带定的名额 三位要给出 统一意见 带定的名额 给出之后 那今天我们的 八位 选手 就全部都安全了 剩下的四位 要进入下一阶段 四个人 在每人要唱出 一首歌曲之后 由在座的 所有 你们用 匿名的方式 决定 谁离开 那总之 今天的比赛呢 十二进十 也十二位学友当中呢 最终要留下十位 来进入 下一场的比赛 好了 其实我们现在 这个 给出意见的时间 已经很仓促 已经很快了 宋柯特别高兴地 扬起了这个金色的信封 我想 被带定的 有可能就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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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盛起 特解恨 你媳妇 是吧 怎么称呼 赵永慧 赵永慧 今天张盛起 你有什么朋友来吗 没有 赵亚轩呢 对 还在征婚当中 还征着呢 坏了 坏了 刚才这个 大家都对 周阿轩影响很好 因为他这个 感觉很好 另外呢 种种迹象表 给你看上面 那个戴定棋 就是好像 为女孩子准备 张盛起 千万以后注意 别说自己 这个不要外貌取声 要用细腻的歌声 安全了 恭喜你 进入到明天的比赛 你这场比赛是 黑颜色的帽子 你下一场比赛 准备什么颜色的帽子 彩色的 彩条的 如果现在 比方说 假如 你要进入下一节 下一节 你就50% 对50% 肯定 比如说晋级 会好了 如果一旦 比如说 大家选择你离开 你会对你媳妇 第一要想说的是什么 老婆 大家可以一块逛街去了 看得开 你给你媳妇逛街 是不是这是对她的一个承诺 就是我比赛完了 咱都清洁了 逛街去 对 好好玩一玩 你还得劳累一下 因为你还得记住明天的比赛 安全 但是这位是不是至于带彩帽 你再研究研究 写这字的人是宋柯 字挺秀气 通常 很好 其实感觉很诗人 写的 就写的很浪漫 很好玩 那接下来赵雅 宣所面临的就是要进入下一节的 这个再次的去比赛 那各有可能 兴许就要和我们大家说再见 兴许还可以记录到明天 所以我刚才承诺过 没比赛一次 我都要给人打一次征锋广告 赵雅轩 肤白体见 留意者呢 请跟我们《非诚6加1》节目组联系 认证号是CCTV 《非诚6加1》 欢迎跟我们互动 现在麻烦你 好 谢谢 楼上就坐 这种应该播放的是邓丽君的歌曲 那今天是第一天的比赛 十二位选手 目前四位 待定 不知道是神的帮助还是怎么回事 全是女孩子 那接下来四位呢将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节 第二节四位当中有两位 和我们大家说再见 两位进入到明天的比赛 和另外的八位已经安全的选手一样 明天的比赛 不过不要紧 两位和我们大家说再见的 你们都会永远地活在我们心目中 来吧 有请 一号 周彤彤 当整个世界一类太疲倦而睡去 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 为爱哭泣 早已经听你说过天文字要放弃 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 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 OK 所以你背起行囊 逃逃逃到远方 开始又试着鼓励 试着重新更爱自己 有一天清晨醒来 发觉不能呼吸 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 这次你下决心 牺牲自己 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本女人 他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 他让我相信自己的爱情 不能和他一样 软弱无力 不能迷迷糊糊 勉强自己 爱不是死心塌地 就有结局 美丽美丽的本女人 所以我背起行囊 逃逃逃逃到远方 开始又试着独立 试着重新更爱自己 有一天清晨醒来 发觉不能呼吸 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 这次你下决心 牺牲自己 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本女人 他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 他让我相信自己的爱情 不能和他一样 软弱无力 不能迷迷糊糊糊 勉强自己 爱不是死心塌地 就有结局 我现在过去 我现在又看到自己的爱情 是又有结局 我现在过去的一串 我现在过去的爱情 我现在过去的爱情 身体的搭配非常协调 而且也有爆发力 你需要的不是一个劲的表演 需要的是静下来思考 我要怎么再去表演的问题 谢谢老师 周董彤 这一节对他很关键 因为这一节四位选手 他们稍后会迎接大家伙的检测 检验 那谁的票数最低的话 叫吴源这次的年赛了 不管怎么样 也是这么长时间辛苦的一个遗憾 稍后 周彤彤 是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 进入到明天的比赛 下一场比赛 还是就此 这场比赛之后 我们大家说再见 你们决定 叫吴源 张子琛 吴源 心如眷凉 泪也干凉 这份深情 泛雪能量 曾经拥抱 天荒地老 一路沉迷 沐浴中 这份深情 永远安良 原来是爱能 再度拥抱 爱一个人 如何厮守得了 怎样面对一切 我不知道 回忆过去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为何你还来 我懂我心跳 爱你算我能了 亲爱的你应该明亮 永远安良 情难良 爱的你应该明亮 爱的你应该 cremere 我爱的你应该明亮 你想能了解 你爱的你应该明亮 أو说我爱的你应该明亮 爱你怎么能了 亲爱的你应该明了 远难了 心难了 那个比第一首唱的好多了 你撒的真的挺不错的 有相当的这个实力 好吧 那张子轩 今天的比赛过后 是跟我们大家说再见 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 进入明天的比赛 你们决定 祝你好运 来吧 小宋 宋安琪 宋安琪 风吹起来的花瓣 纷飞在我夜下 你说过 你喜欢 那样火红的花 风一吹 就发芽 满上都灵红了 可是你一看不见 那样的血液了 一朵朵的思念 静静开满山芽 你的笑 你的爱 还摆在那一场 那一夜梦见你 你说 你想我了 以后的那样火红了 以后的路还很爽 你又真香了 一样叫花油盘 红的香蜜的脸 送一书给你 不清楚的思念 两条花油盘 两条花油盘 你就太年轻 像笔手 不相反 有点的甜点 两条花油盘 红的香蜜的脸 送一书给你 不清楚的思念 不清楚的思念 一条花油盘 你一生在眼前 送一生 不相反 有点的甜点 送一生 不相反 有点的甜点 谢谢大家 来听一下 三位点目嘉宾 对你这一节的 这首歌的一个演 演示的一个意见 四大鼎鼎 这一次的演唱 我觉得很不错 除了你的状态 还需要投入一点 因为你知道 在舞台上表演 你的眼神 你暴露在那 所有人全部看你 你所有的动作 眼神 所有的你的脚 你的腰 你的脖子 所有的你的协调性 所有一切都暴露无余 所以一定要注意 自己要进入音乐 进入音乐 不要是 我在唱歌 然后我的人 和我的魂 完全不在一起 要在一起 我会改进的 谢谢老师 苏安琪 这节过后 是继续留在舞台上 还是要跟我们大家 说再见 你们决定 谢谢 赵亚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有加异 非常有加异的 非常有加异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平不公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挺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唱情歌就是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最好 干干净净的唱歌 我觉得这点赵尔森是一直做得很好 外唱邓的军还是唱这个约定 约定谁唱 不晚的谁唱 反正就是说明你唱歌还是有情感的 然后我觉得都拿捏的分寸感很好 挺好 其实刚才他那组太强了 不是他唱得不好 我给你点建议 就是引用一句话 就是珍惜生命远离帅哥 谢谢 刚才那个叫张什么起的 好了那 稍后的赵亚轩是能够继续留在舞台上 进入到明天的比赛 下一场的比赛 还是就此后 大家说再见 你们决定 来 第二组进入待定的四位 有请周彤彤 张武琛 宋安琪 今天是连续七场的 非常6加12012最美声音的年度总决选 第一场的12位歌手当中呢 经过第一节的比赛之后 四位是进入待定环节 那待定这个环节完毕之后 在座的各位 要由你们来投票 周彤彤 一号 张子琛 五号 宋安琪 八号 赵亚轩 十号 喜欢哪个号码 投他一票 没有标准 依然你们的标准 就是非常6加1的标准 请 决定 经过第一场的比赛之后呢 非常6加12012最美声音的年度总决选呢 进入到第二场的时候会有10位选手 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负担 喜欢哪个号码就投他一票 10号是赵亚轩 赵亚轩希望他的未来男友呢 是一位诗人 而且要帅 8号是宋安琪 6岁 人家看上吉他 就爱上了吉他 如果当时看上千球了呢 所以说每个人有时候不经意当中会成就他的一生 张子琛 法律顾问助理 要希望做到在 董法当中嗓门最大 嗓门最大人当中的对董法 这事很难办 还有就是周彤彤 搏击 孩子穿得很意思 很有意思 黑丝马外面套一黑点裤 不仔细看你还真看不出来 谢谢大家投下的这一票 结果已经产生了 四位当中两位和我们大家说再见 两位记住下一场 谁如果离开再见 离开了这个比赛了 按下和他的照片对应的 对应的这个件 那照片就翻篇 三级 如果你晋级了 进不到下一场比赛了 你有什么话要讲给我们 谢谢大家支持我 我会继续努力的 赵矮轩如果你晋级了 你会有什么话讲给我们大家听吗 如果我晋级我会后面肯定会越走越好 如果你要出局 如果你出局的话 那我就踏踏实实找个男朋友 好 你睡一下吧 我不知道它行不行 你是吧 你那么小事 你就酝酿很久了 你来 你睡一下吧 我不知道它行不行 你是吧 你那么小事 你就酝酿很久了 你来 哪儿啊 已经标志着周彤彤和我们大家说再见 最想做的一件事 如果淘汰了的话 我可能会跟剩下的选手先拥抱一下吧 然后我要走了 你们好好加油吧 虽然现在身体状况不好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坚持去努力 然后在六加一的舞台上展现一个最完美的自己 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不管在六加一的比赛中我能走到第几场 坚持到哪一步 我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尽最大的努力 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再见 还有一个要跟我们大家说再见 张子春 你是想听好消息还是先想听坏消息 那先听好消息吧 留下了 安全 谢谢 别再穿那么高的高跟鞋了 危险啊 我们先来看一眼 宋安琪的短片 到不 安琪 你是最棒的 安琪 祝你别再深厚 安琪 我认为你 加油 敬请欣赏 安琪 安琪 加油 这四个小子谁呀 是我的师哥师弟们 你就没有师妹们师姐们 有 那为什么单单他们要跟你打招呼呢 这四个人 因为他们唱的就是四片绿叶 你是一朵红花 说我们大家说再见的是 宋安琪 现在我高三了 面临很多选择 也有一些压力 我会一直坚持我的音乐道路 就是不放弃的 如果我被淘汰了 我会有一些失望 但是我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 我会一直坚持我的音乐路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妈妈 她带着我学习古典吉他 然后又陪着我参加比赛 花了很多心血 在这里我想对她说 妈妈我爱你 你辛苦了 回家的第二第二岁美声音年度 所选选第一场 十二级时到此结束 再见 是真是幻 不敢相信我的眼 多年梦想实现 就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